基隆市議員張耿輝連續第22年 親自到警察局第三分局 製贈泡麵以及春聯和議員紅包 慰勞辛苦執行春節前後工作的人民保姆 慰勞物品由分局長林文玉代表收下 我覺得肯定的地方在我們三分級 林分局長指揮下 在我們整個治安 我相信我們市民都有感受的 各方面我們都在我們前市的評比 都名列前茅 尤其在春節前夕 耿輝小小的議事 了表我們地方的民意 對我們這些單位的尊敬 三分局對於議座 還有對於張耿輝議座的團隊 所有夥伴感到感謝 那三分局這邊在此也做個呼籲 因為廉價有十天之長 那這十天當中 我想這幾天各位民眾 也都會到附近的包含南興市場 還有百福的市場做採買 那分局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 人潮擁擠要注意自身的財物 那另外呢 因為十天的廉價 那可能天后也會有一些狀況 那包含我們的民眾也都會舉家外出 那除了要注意本身的住宅房切之外 另外也要特別請大家注意交通的安全 隨後張耿輝和服務處志工以及助理們 也到包括公車處分站以及消防分隊 製政泡麵和春聯 為他們加油打氣 公車處在春節期間也有加開聯合專車 是從那個春節前三天加開聯合專程 希望市民可以多加利用 那春節期間我們除了到除夕 到大年除三公車有一些調整 有一些減班以外出事以後都恢復正常 這會服務我們的事 張耿輝也呼籲民眾經過警察分局 或派出所以及公車分站消防分隊 以及憲兵隊等這些過年仍然不休息 辛苦為大家服務的單位時 可以向他們打個招呼 謝謝他們的辛勞 市民好朋友在春節期間 有經過了這些單位 記得跟他們問候打哪氣 或許他們心裡會更精神會更加振奮 今年總共慰勞包括景消極公車處 和環保局分隊 巡守隊等25個單位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給大家聽見